不管景氣差不差 其實每年過年 大家都會到廟裡求財求平安 那麼大家都喜歡到哪裡拜拜呢 今天我們有明星來帶路 前程合掌不只求好運 也趁著新年填財運 而命令老師張偉忠認為 在台北柴神位最旺的寺廟 是在宗孝東路上的散島寺 散島寺比較主導 在辦一些拔會之類的 祈福 那我本身我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所以我認為來這個地方 磁場氣場非常好 那我時常去內地 中國大陸去看風水 去看風水到當地 一定要拜他們的大廟 但是我只去觀看 這麼多的大廟裡頭 做一個評估 做一個感應 我覺得善導寺的三尊大佛 非常的慈悲 民眾常常在過年期間 到全台財神廟求好運 卻很少聽過 有人在善導寺裡拜財神 而且善導寺裡 供奉的是釋迦牟尼佛 並不是財神爺 釋迦牟尼佛長天界 無所不在 那別的廟 別的宮廟不是不好 它屬於道教的 中國能分為密宗 顯宗還有道教 信仰不一 那我個人覺得 無論是顯宗密宗 都以釋迦牟尼佛為優先 是最大的神 藝人婷婷也趁著新年 到求財文明的中和新爐地 祈求新年財運亨通 雖然樓梯走得氣喘吁吁 婷婷也不忘拿出自己的求財小秘方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已經不是求財而已了 它幾乎是一個 可以說是個藝術品跟小東西 那我個人滿喜歡的 就也很愛收集這些東西 為了祈求財運亨通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家秘方 而靈不靈驗 只要等今年過完就能驗收 聯合報業軍員綜合報導 那 你